高雄一米林先生透过外送平台订了素食店双层牛肉集市宝套餐 加购一只辣味麦翠鸡腿69元 但收到餐点的时候打开包装非常的傻眼 鸡腿的大小就跟打火机一样大 直说鸡腿怎么缩水了 还把照片PO上网 网友笑说这个是棒棒腿吧 推迟素食店表示 麦翠鸡腿大小与规格皆无改变 内用及外送餐点标准一致 消费者如果有疑虑都可以直接向餐厅反映 或是致电客服 你好 我要一个麦翠鸡腿 麦翠鸡腿是不少民众来到素食店必吃的炸物之一 但有民众透过外送平台点了一份套餐 在夹购一只辣味麦翠鸡腿69元 收到餐点时好傻眼 真的不夸张 麦翠鸡腿的大小就跟打火机差不多大 小小一只好迷你 民众发文鸡腿缩水到剩打火机一样大 果粉还没有剥开 剥开来就真的一样大了 他把这片po往网友笑说 这应该是棒棒腿吧 我的心就凉一半了 吃不饱 感觉很像是小鸡还没长大就先杀了吧 我记得它没有这么小 对啊 如果这么小我真的会觉得 麦翠鸡腿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是我就回家了 我就为了这个跑来一趟 我就想说就算了 麦翠鸡腿到底多大只 记者实际去买了一份来看看 有没有像民众说的这么小一只 记者买来的麦翠鸡腿和打火机放在一起 鸡腿胖又粗又比打火机多出了一大截 再跟民众买来的麦翠鸡腿放在一起比一比 明显记者买来的比较大只 而数十店发出声明表示 麦翠鸡系列大小于规格皆无改变 内用及外送餐点标准一致 如果消费者发现购买的产品不符合标准 可以直接向餐厅反映或是制定客服 或许这样就能换到大只一点的麦翠鸡腿 也不用吃的那么委屈 这我慕婷 孝志远在高雄的采访不到